在这车水马龙的社会中 叙述着无数鲁蛇的故事 这是一个打练习模式都会被野怪杀的少年 努力读外文书 就为了被国外职业队伍选上时 不会有语言不通的问题 此时小陈发现到了教室中空无一人 同期的队友们都已经早一步回宿舍练习了 身上背负着沉重包袱的小春 自然也不能弱于人后 顾不得标语的关灯讯息就已离开了教室 一杀二杀三杀四杀 五五情跌倒 总有人喜欢剥夺五杀 究竟这是命运的邂逅 还是一场新的误会 小陈捡起了地上的盒子 莫非这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还是一场未知惊恐的探险 不知是这阴错阳差的巧合 还是摸不透的命运捉弄 小陈的脑袋中响起了这么一个声音 就在这瞬间 小陈感觉自己今天上银牌的必要肯定是能过了 如此神机降临在眼前 小陈心想 这必定是上天给的一道启示 这如同潘朵拉盒中 埋藏了一切小陈想知道的真相 就在触摸到这潘朵拉之物时 脑中思绪醍醐灌 在成为选手之前 要先去完成一件必然之事 小店 你愿意跟我交往吗 请问你有车有房吗 没有 可是我有违星RTX2080 是的没有错 各家厂商都推出了RTX2080 其中以违星的RTX2080成为主目焦点 这次的RTX2080支援最新的RAID Tracing技术 追求画质呈现的玩家非常适合 而且在散热的枫叶设计上 还特别加强了龙旗弧形去增加风流量 达到快速解热的功用 背面也使用法斯文金属板 去加强显示卡的坚韧度 以及GPU核心位置都增加了导热贴 让热能能够平均分布去做散热 整体视觉质感和功能升级了不少呢 再来说到背部结构 有三组DisplayPod 1.4 一组SDMI 及一组USB Type-C 而RTX2080将使用多年的DVI接口 换成了新一代的USB Type-C USB Type-C介面除了能够提供影像、音效 也适合做连接VR的装置 关灯 而为什么这张MSI 2080会成为焦点 主要还是因为显卡上下方和侧边 都加入RGB元素 也因为视觉考量将RGB灯效放大 做得更加显目 看你是要用来装兵、把妹 还是喜欢把房间搭验定的玩家 都非常适合入手哦 只能说维星这次真的很用心 不仅满足了玩家对效能的需求 也跟上时代的潮流 将大众对RGB的渴望加以实现 还等什么啊 告别鲁蛇家族 就趁现在啦 诶 你们怎么都躺着啊 出去吃饭啦 哇